经济繁荣有利稳固的基建 澎湃的动力 以及远线的交通疏流 令到生产得意延续 人流货物畅通无助 合和实业跟随着社会的脈搏 三十年来与香港繁荣与共 同步并进 合和实业借根于香港 三十年间致力发展三项核心业务 由一间建筑公司 发展成为一间从事房地产发展 基建项目 以及酒店餐饮与指南 三大业务范畴的企业集团 在1963年 家父湖中先生和我 决定进军物业和建筑 并成立了合和建筑有限公司 在1972年的6月 我们联同一帮好朋友 例如梁德基医生 邮石周拿督 何炳章先生和李兴武先生 我们组成了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并在同年的8月正式上市 当年其他的董事 包括上海汇丰银行 董博士卓士 仪和集团的郭勤工先生 和家兴胡文汉 写帝胡英斌 就是这样的 集团成立起七十年代初期 当时香港经济急速发展 港人生活水平日渐提升 合和实业 明白到港人对安居乐业的需求 所以大力发展本港的房地产项目 这段期间完成的项目就有三十多项 总楼面面积达二百万平方米 其中很多在当时来说 属于创新概念 而在80年代落成 66层高的湾仔合和中心 更加成为当时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 其后十年 它依然是本港最高的建筑物 1995年 规模庞大的国际展贸中心开幕 这里结合了现代集贸市场的概念 以及配备了先进的会议展览设施 既配合政府将来大力发展 东南九龙的地区策略 亦为香港工商业 提供了充裕的商业展览场地 合和眼见中国改革开放 珠江三角洲发展潜力丰富 于是找紧市机与时并进 加强在国内的投资 1981年 在广州动工兴建中国大酒店 酒店于84年落成 有1013间客房 在当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项目 另外在香港 合和亦预测全湾工业区 和葵中货柜码头对酒店房间的需求 首先在荃湾建成月来酒店 房间数目达911间 合和相信 经济发展必须以基础建设为本 于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初期 已经发展基建项目 促进越港两地的紧密联系 合和除了是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之一 亦有为有关项目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作出重要贡献 国内改革开放初期 广东省的电力非常短缺 停四开三的局面 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于是 合和首先投资建建沙角B发电厂 其后基于良好合作基础 再建建了广东省 当时装机容量最大的燃煤发电厂 沙角斯发电厂 合和的策略视野和创新思维 在投资昌建珠江三角洲公路网上 可有合理的回报 你说广深高速公路 是我们中国大陆 第一条引进外资建设的高速公路 也是我们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 和香港合和公司 合作兴建的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这条高速公路开通以来 这个车流量不断地增长 对促进越港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和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广深高速公路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实践证明了 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眼光来看回头 合和公司特别我们胡生 在那个年代 改革开放的初期 能够提出这样的设想 将它付出于实践 我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有元件的 对于业务发展 合和全力以赴 而对于人才栽培 合和更加珍惜 合和的管理班子经验丰富 干净澎湃 团结一致 积极装备 揭力为合和创造更美好的前景 而积极落实本地化 也是合和透过栽培人才 作为长远发展的策略之一 我们很多时都会和当地的专才合作 互补长短 成为结束的策略伙伴 紧握时机 足见明天 是合和三十年来所秉持的理念 合和重视每一个能够为推动整个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机会 过去几年公司经历了关键的时刻 在金融风暴之后 我们很快地重整公司的业务 令到业绩回复理想的水平 主要原因是内地公路收入日渐上升 香港的业务稳定化 和加强的财务管理 巩固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对于集团的未来发展 合和充满信心 因为合和深信 凭值一贯的策略视野 在粤港澳的经验和旺迹 发展大型工程的能力 和集团稳健的财力 合和有充分条件 紧握广东、香港 和澳门三地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商机